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比莫无忌更清楚孟伯渝死在这里的后果 别说是宗主了 就是孟伯渝背后的二长老 也会咆哮着过来把莫无忌撕成碎片 至于将血偶胡丝字给了莫无忌才引起此事 又将孟伯渝带来这儿的他更是难逃一死 他实在不明白为何莫无忌要杀了孟伯渝 要知道孟伯渝背后的二长老就是秦晨的师父 而秦晨的姐姐秦湘雨不是和莫无忌关系很好吗 莫无忌却淡淡的说 本来他还有救 可是因为他在乌之士的地盘上冒犯了乌之士 所以乌之士大怒之下 一刀杀了这家伙 莫无忌将话说成这样 五开岂能不明白他的意思 可他乌开平时雄狠 也仅仅是对杂一弟子而已 孟伯渝可是二品人单师 给他一万个胆子 他也不敢动手啊 现在莫无忌是要他的投名状 如果他不动手 他很有可能是今天第二个死在这儿的人 杀了孟伯渝之后可能被宗门干掉 不杀孟伯渝 他现在就会被莫无忌干掉 乌开 你立刻帮我叫人 我孟伯渝保证你一生 孟伯渝话未说完 便被莫无忌一脚踩在了头上 随后莫无忌 语气冰寒的对乌开说 既然乌之士不愿意动手 那我就自己来了 不不不 我愿意 愿意 乌开哪敢有半分犹豫 直接拔出了腰间的弯刀 呼上去 一刀把孟伯渝的脑袋割了下来 孟伯渝被莫无忌教训的早已丧失了行动能力 乌开这刀轻轻松松要了他的小命 不知是果然英明果断 将来前途必定不可限量了 莫无忌捡起一边的宝血藕 一边对乌开笑吟吟的说 乌开则哭丧着脸说 莫丹士 现在我们还是考虑一下后果吧 这件事情一旦泄露 后果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 莫无忌走过去派了派乌开的肩膀 不用担心 你负责将这姓孟的尸体销毁 过一会儿 这姓孟的自会离开宗门 怕离开宗门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知道 至于什么时候回来 那就不清楚了 莫丹士 您的意思是 乌开忽然明白了莫无忌的话 他的心里 当时生起一种心系 就像是死里逃生般的那种喜悦 莫无忌呵呵一笑 走过去把孟伯瑜身上的单狮牌收了起来 这才对斐炳柱说 炳柱 你不要紧吧 斐炳柱此刻早已是精神异议 哪怕伤势未愈 但在看见莫无忌 亲手干掉孟伯瑜为他报仇之后 那点上早就不算什么了 莫师兄 我没事 没事我们走吧 这里交给乌志士处理 我相信乌志士 能够处理得非常干净 莫无忌说完 对乌开笑了笑 乌开顿觉背后一阵发凉 赶紧拍着胸扶说 莫丹师放心 我一定处理得让莫丹师满意 一路无话 回到了欧建峰 莫无忌这才感激的说 炳柱 这次多谢你了 没想到你还真找到了一介宝穴偶 他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正愁没办法的时候 斐炳柱却为他找来了宝穴偶 斐炳柱立即激动的说 师兄 我找到的不止这件 在欧建峰我也找到了一截宝穴偶 只是不知道官前辈做了什么手脚 都几十年过去了 那宝穴偶也没有半点变质 当时师兄在炼弹 我没有去打搅师兄 一想到欧建峰被官前辈留下了一截宝穴偶 我就想血偶壶是不是也有 我就抱着万亿的希望 结果这一看还真找到一件 只要有了这两截宝穴偶 我就能培育出新的宝穴偶来 莫无忌听到斐炳柱的话 更是惊喜不已 还不等他询问 斐炳柱已经回到屋子 将藏起来的另一段宝穴偶 交给了莫无忌 莫无忌打开两个墓盒 一阵阵淡淡的香味传了出来 两截有若红宝石般的藕 正躺在墓盒之中 禀柱 这次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 这两截藕 我要带走一截 你留下一截 准备培育新的宝穴藕吧 莫无忌真的很想带走两截 但是他很清楚 吃东西一定要留种 一旦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宝穴偶 那他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斐炳柱却是摇了摇头 莫师兄 你两截偶都可以带走 我只要这两截偶烧出的四个偶结 就可以培养出新的宝穴偶了 唯一麻烦的是嘛 培育宝穴偶需要大量灵石 四个偶结需要的灵气 自然不会和当初官李长老培育一壶宝穴偶一样厉害 但是宝穴偶本就是极度消耗灵气的东西 没有灵石 在这里很难培育起来 听到肥炳柱说 两截偶都可以带走 莫无忌心里更是激动不已 他直接抓出了一个布包 递给了肥炳柱 炳柱 这里都是一品和二品的燃灵丹 你去宗门交换灵石 还有 你自己修炼需要的丹药 你留下来 我最近要出去有事 所以培育宝穴偶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肥炳柱震惊地看着莫无忌放在他面前的布包 如果这包里全是丹药 那该有多少啊 估计得有好几百枚吧 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 莫师兄 你要出去 莫无忌点点头 让陶欧留下来帮你培育宝穴偶吧 我一会儿将燕尔和熊大姐送到妖王峰去 我杀了莫柏鱼 准备冒充他的身份 离开宗门 肥炳柱完全明白过来 他很是感激莫无忌对他的这份信任 于是将胸脯使拍得啪啪作响 莫师兄放心 我一定帮你种好保肖 我相信你 莫无忌说道 正因为肥炳柱的人品不错 他才会结交肥炳柱 这是他第一次交换水溶腾的时候看出来的 至于肥炳柱交好他的私心 那谁没有呢 他自己同样也会有私心的 而事实证明 他没有看错肥炳柱 当天傍晚时分 一头长发的孟伯瑜离开了无痕剑派 孟伯瑜不知是哪里受了气 在离开山门的时候 因为一名杂蚁弟子对他行李慢了一些 就当场破口大骂一通 在将那杂蚁弟子骂得战战兢兢的时候 这位孟丹师才带着一身的火气走出了无痕剑派的宗门 孟伯瑜离开武痕剑派之后 就彻底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一天后 恢复本来面貌的莫无忌再次来到了边城北水酒楼 到酒楼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炼制新的开卖药液 原本开卖药液中的药材 只要能换成灵草的 全被莫无忌换成了灵草 包括几百年的龙岩草万年松树脉 还有几乎没有杂质的火精石 和千年以上的暗黄参和灵芝等等 这些灵草当中就有三品灵草 之所以能换到这么多古怪的灵草 主要和莫无忌是二品人丹师有关 若非他是二品人丹师 能获得一大堆总能贡献分 就算是把它切碎了 他也买不起这些灵草的 最让莫无忌宝贝的是那两节宝血藕 宝血藕中的藕丝他没有抽出来 只是略略看了一眼 那藕丝有若红宝石一样 带着晶莹的光泽 就是看看也是一种享受 一切药材都准备好 莫无忌在开始炼药的时候忽然想起来 他根本就没有用炼药设备提炼过灵草 万一提炼失败那将如何 别的灵草倒也罢了 宝血藕可是只有两节 一旦提炼失败那就惨了 不说肥炳柱能不能成功将鱼下的四个藕节变成宝血藕 就算是肥炳柱成功了 那也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想到这儿 莫无忌毫不犹豫收起了炼药设备 他不能冒这个险 要炼制新的开卖药液 他还得借助炼丹室才行 好在边城这个城市 主要就是为了修饰服务 只要你能想到的 这里就能找到 别说炼丹室了 任何你需要的修炼场所 这里都有的出租 要租炼丹室就必须要有灵石 莫无忌没有灵石 但是他有二品人灵丹呢 为宗门炼丹的好处 就是多出了一大堆的二品人灵丹 留下了一批给费饼住后 莫无忌身上还剩下不少 这些二品人灵丹 在边城很容易就能变成灵石 为了将这些二品人灵丹 以最快的速度换成灵石 所以哪怕明知价格低 莫无忌也并没有讨价还价 就在一家丹阁 将手中接近九成的二品人灵丹 和部分的一品人灵丹 通通换成了灵石 最终换的灵石 一千零七十块 以他的能力 想要灵石 将来有的是机会 他现在最缺的是时间 在五行荒语的单笔之前 每一分钟时间 都对他无比的宝贵 九月丹阁 这家丹阁在边城算不上大的丹阁 却以品质之上 在边城亦有一定的口碑 莫无忌对边城根本就不了解 他以最快的速度 将身上九成丹药 通通卖给了九月丹阁 一拿到灵石 他便迅速抛路 此刻在九月丹阁里 一名中年男子 正捏着一枚丹药 反复地查看 一边看 还一边不断地点头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